大家好 我是Emilia 欢迎大家回到我的YouTube频道 我的IG已经有二十多万的追踪 都被人抵抗了 我就觉得辛苦而难 把整个IG和Threads的APP都刪除了 决定在YouTube跟大家见面就算了 今天就想说一个话题 就是其实我男朋友 就是刘永康 他因为这个国安法的初选案 和七一立法会暴动案 已经是坐牢三年多了 这三年其实我的感情生活 我的私生活是怎样的呢 在我IG抵抗之前 还有我还会在Facebook活跃的时候 我有时都会post一些 我去和朋友、家人吃饭 可能吃好一点的照片出来 然后尤其是初期的时候 是有很多人说我的 我觉得其实骂我的那些人 就根本不是我这边的人 但是他们会说些什么 就是说 男朋友坐牢 你都还风流快活 你还自己去吃好东西 那些什么什么 其实我听到我真的觉得很生气 我生气那个位置 不是他们说我风流快活 这件事是没问题的 我觉得是一个赞美 而我生气那个位置 我觉得为什么他们看到我和人吃饭 和家人吃饭 和朋友吃饭 就是已经风流快活 他们根本不知道 就是我又有在Dating App那里 约男仔 又有不断疯狂追 那这些东西 我在Patreon那里分享了很多 如果大家是有兴趣 知道多些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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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那就欢迎订阅我的Patreon 那我想那一下就是 那我搞错 我去吃两个饭 他们已经 哇 我风流快活 我真正风流快活的能耐 你们都没体会到 哈哈 那很多时候 我都会在IG 透露一下 我在Patreon那里分享 我玩交友App 啊 偷仔啊 去南无会馆 等等等等的故事 那很多人都会有一个疑问 就是 你是不是背着你男朋友这样做的呢 你男朋友怎么看呢 那首先第一 如果我是要背着他做的 我就不会公开 和几万人 几十万人说 是不是呢 就是 虽然他在坐牢 但是有什么理由是一个三姑六婆 都可以知道的事 然后我男朋友 我十年的男朋友 是不可以知道呢 是 第二呢 其实 可能说你们都觉得很奇怪 还是怎么样 但是其实我去 追仔啊 玩交友App 去什么南无会馆 那些东西呢 是 刘先生鼓励我去做的 是的 其实他是在这方面 是一个很开放的人 反而我呢 其实我是一个 比较内向 比较 不是那么喜欢认识人 不喜欢见人的人 那可能大家平时 在IG看我分享 或者 这里YouTube啊 或者怎么看我 拍很多照 会想象不到我是 多么不喜欢去和别人相处 和交流 但是 其实大家想心一层 正正就是 我是一个很内向的人 所以我才有这么多时间 在家 自己对着 镜头在那里说话 自己在那里拍照 自己在那里疯狂 躲在那里写文 就是如果是一些本身很外向 喜欢周围认识朋友 去club 很多聚会的人 他就会拿了那些时间去聚会 就不会像我这样 不断在那里写 不断在那里写 那呢 看回我男朋友 怎么看 其实呢 在他还没坐牢之前 他已经常常会 是鼓励我 要试一下 认识多些 其他男生 感受一下 其他 的 关系的可能性 那样 但是我呢 就真的不喜欢 认识人的 所以他在外面的时候呢 我又已经有他陪伴了 又 不喜欢认识那么多人的时候呢 其实我一直没有 按照他的 建议呢 去认识其他人的 是的 但是呢 他之后坐牢了 那我也想 哇 大哥 有人陪下 有人疼下 有人 就是陪伴下 那变成我去坐牢之后呢 我在他的鼓励之下呢 我就真的有去认识不同的男生 有试过很多 不同的关系的可能性 大家不要想到坏东西 坏东西那些部分 我不会在那里讲的 那些部分就在patreon那里讲 你们想知道呢 就去subscribe 我不知道一般情侣是不是都是这样 所以 应该就不是这样 所以才大家会觉得很出奇 是吧 就是我们不会说很想去 很霸佔对方 就是我们霸佔是一回事 但是不是说 很肉身 很physical 那种霸佔 而是我们很追求大家 精神上是要很理解大家 思维上是要很合拍的 但是至于你说 譬如他不是见我的时间 他去做什么 我是不会管他 就是从来在外面 我不会管他做什么 不会说要他什么时候回家 不会说他认识什么朋友 我全部都要认识 看过了 就是不会这样控制 那反而他呢 他还鼓励我去认识多些男生 原因是呢 他呢就觉得 他呢 就很死有自信的 他呢 他呢 觉得他是 他自称觉得 他自己是一个 最适合我的伴侣 那我就说 其实我不认同 其实我很多时候 以前在外面呢 我都和他吵架 或者有各种问题出现 我都想和他分手的 只不过呢 他坐了牢之后 我就觉得我不行 我不可以这个时候 去抛弃他 那在外面的时候呢 我都 整天各种事情呢 我都想和他 断了一个关系 但是他呢 就说他是最适合我的 然后呢 他的说法就是说 叫我出去 认识多些不同的男生 试试和不同的人 拍拖啊 或者不同的 各种关系 那然后呢 我就会知道 他是最适合我的了 就是你看一下 他这个人 是多么有自信 而且他是不会觉得 就是我和别的男生 出街啊 或者做些什么都好 他不会说 因此而觉得他 在我心目中的地位 受到动摇 或者他不会因此而 没有了一个自信啊 或者不会因此觉得 就会有人是 赢了他 这样 就是 其实某程度上 我也是这样的 就是我也不会觉得 有第二个人 接触他 然后第二个人 就是好过我 因为我也对自己 很有自信啊 但是 但是 我最终的事情 是觉得 就算有第二个人 是好过我的 那 是对他来说 是一个好事啊 对我来说 也是一个好事啊 那我不会 就是现在的我呢 其实都是 看得很开 就是不会说很执着 一定要 我 这个人就是我全权拥有 我要控制他啊 我要是 就是他不能见任何异性啊 不能和别人发展些什么 就是 我也是 不会是这样的 因为 应该是这样的 就是不是我的 就是不是我的 如果他 是要选择去 选择第二个 或者如果他这么轻易 只是同意性 出街啊 喝东西啊 玩玩游戏 他就会被人偷走的 那这个男人 其实也不用了 就是 那么容易的话 那他呢 就更加进一步的 他更加进一步 是觉得 就算有另一个人 和我发展到 和情侣啊 或者 就是 好像男女朋友 这样的关系 他都觉得 他是会优性的 就是 甚至觉得 他是不介意 那些 什么一女共事两夫啊 那些这样的东西 他都觉得他是 不会动摇到 他的价值 和地位 就是 还有呢 我不知道他是 看透了人性 还是怎么样 他可能呢 就会觉得 其实 就是可能我 无论他是坐牢 还是 没坐牢之前 他会觉得 可能有很多不同的 男士 男士 会接触我 这样 那他可能就会觉得 他越去控制我 或者 越去捉紧我 其实 我就越容易 被人抢走 就是如果 譬如我跟男士 接触 或者是 好像少少曖昧 他都会很介意啊 马上发癫 那反而就会 很容易分手 但是如果我做些什么 他也是OK的 甚至他是鼓励的 那 我反而就会 可以继续留在他身边 但是 其实这个情况 之所以 他觉得OK 其实也有另一个原因 就是我本身 都真的不喜欢 和人 就是如无必要 我都真的不喜欢 和太多人去交流 我都是比较 喜欢自己对着镜头 自说自画 喜欢写东西 喜欢自己 去看画展 或者见我一些 女生的朋友 我也有很多 是不需要再去 认识一些 新的男性朋友 但是如果你说 如果需要一些 男性 河尔蒙去 嵩鼓鼓我 就是给一点点 戀爱 或者曖昧的感觉 那可能就是 需要有男性 但是 我觉得他坐牢这几年 那我一直都 有约会 有认识不同的男性 有开展各种关系 详情在Patreon说 诶 这几年 我觉得呢 我是戒了戀爱怒的 是的 就是我认识他 我跟他在外面的时候 我觉得我个人 是 身边一定要有一个 男性在那儿 哄我 每天跟我聊天 每天都 就是 我不是那些 我会很负面 而是 我很需要有一个 人去陪伴我 或者可以 随时随地 可以让我分享 我的生活 而且很需要一些 身体的接触 就是不要想到 那些事情 可能是 说的是抱一下 看到面 拖一下手 这种 我觉得我本身是 一个很戀爱佬的人 所以呢 我其实16岁 开始就拍拖 直到现在呢 我基本上 我都快要30岁 其实我没有停止过 拍拖 那些人经常说 他们单身 出不了扑 但我的问题就是 我一直都在扑 里面 但是 我觉得这几年呢 其实 我是学会了 去 更加可以自吸自足 不是说钱 钱我一早 一向都可以自吸自足 而是精神上的支柱 就是 我没有办法 时刻和他分享 和刘永康分享 我的生活 或者我在上面 就算认识了一些男孩 其实 可能都 没有那么近 或者近 有各种关系 我发现到头来 我应该要学会的是 如何去和自己相处 虽然我是一个很内向的人 我刚才也有说 但是 我之前也是会 觉得需要很多人 需要一个男性的陪伴 和在身边去 爱护我 但是 现在 是 我已经训练了自己 是 我真的 我自己 可以帮自己 療療 我自己可以 疏到我自己的情绪 我自己一个人 煮过饭 出去做健身 然后 写一下我的性别的东西 拍照 拍片 我也觉得很满足 那 就是 不会因为 跟猫玩 就是 不会因为没有一个男性 长期在旁边做这个男朋友的角色 我就会很寂寞 很 很 很 空虚寂寞动 现在已经 我觉得是 就是 他坐牢之后 我获得的一个技能 是 一个好事 就是 如果我约了一些男生出街 做了些什么 甚至乎和男生一起去旅行 就是这段 去坐牢这段时间 就是 我也是会 预先跟他说 跟着他好像 很期待我 分享我这方面的生活 给他听 跟着 会做军师 就是可能我之前曾经 就是他这段时间 我跟 外面那些男生 是 可能有些 起了一些 複雜的问题 这样 然后他会做军师 教我去追求男生 这样 就是 我觉得我们的关系 是根本 已经不是世俗一般人 所定义的 男女关系 而是变成 真的是 soulmate 就是 就是 真的 是不会介意一些 很 外在 或者很 不是出于自己的 私利 去 去想对方的时候 就是他就会想 其实 他是想我 开心 他想我 有人陪 他想我是 不会说 因为他坐牢 而可能没有了那种 被人疼 戀愛的感觉 所以他鼓励我去 找其他 男性 或者去找 男务会馆 做这些这样的事情 就是 如果不是他鼓励 可能我是 不会去 这样做 然后可能 我就会 自己可能 又不开心 又会 屈满 又会 各样东西 或者可能 另一个方向 就是 我瞞着他 去 找别人 然后 最后 闹到 要跟他分手 因为 跟别人 发展了一个 很深刻的关系 所以 某程度上 他这个行为 是 他这个思维模式 是挺无私的 但同时 也是挺聪明的 是否 最后 他也是 一个 可能 也是 对他自己是有利的 这个 处事方式 就是 其实我在 跟刘永康 一起之前 严格来说 只是有过一个 男朋友 还有我是 很聪明去经营 一些长期的关系 我反而是 不懂得去经营 短期的关系 那之前 有一段时间 我在刘永康的鼓励之下 就玩了 Dating App 其实我觉得 对于我个人的 成长 也是有帮助的 就是我对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我是 看得多了很多面向 甚至我可能是 更加知道 怎样可以好好地 保护自己 或者 可以知道 我真正着重 一段关系之中的 是什么 还有我觉得 更加重要的是 我更加 知道自己是 在亲密关系之中 是 渴求一些什么 的特质 还有我自己 需要些什么 所以 其实刘永康 鼓励我去 认识多些不同的男孩 去探索多些 不同关系的可能性 其实我是 真的 在这个过程中 是有进步的 还有 那个思维是 没有以前那么古板 虽然我是 写那些性别议题 讲什么 性解放 那些东西 但是其实我一直以来 自己私生活 都是检点到 不得之了 那个检点的原因 不是因为 我很有道德定点 而是 我是真的很内向 我真的没有 兴趣 还有没有那个动力 出去 认识很多人去 不检点 然后在职场 听到音乐 都觉得很吵 很辛苦 很累 但是 那段时间 幸好他鼓励我 去玩交友APP 认识了很多不同的人 建立了很多不同的关系 又消失 斩断了很多不同的关系 我觉得我个人是 成长了很多 还有 看待 关系上面是 游刃有余了很多 还有 会更加看得开很多东西 那 那么长情呢 我在Patreon 其实都分享了很多 那如果大家 想知道更加多呢 都是欢迎大家 去订阅我的Patreon 但是 不订阅呢 都是不要紧的 反正呢 其实我是真的 没什么所谓的 是的 如果看到这里的话呢 都差不多去到尾声啦 那希望大家可以 subscribe我的 youtube channel 还有 我祝大家呢 越来越漂亮啦 越来越健康啦 还有现在 好像有很多人病 希望大家就保重身体 不要病啦 那就 遲些有什么 再update大家啦 拜拜